2018年7月11日去,上海,今日,唐燕录制《猛综艺》节目,在街头扫大街,要说傻白钱的代表人物是谁? 唐燕,一地榜上有名,他和罗晋主演的规矩来刚刚落下帷幕,虽然是他们公开恋情后的首度合作,却依旧没有激起多大的水花,而唐燕,依旧以他在剧中一如今芒的演技,被观众直呼是最傻白钱斯坦福留学生。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,唐燕正在用自己的敬业和努力摆脱自己千人里面的演技,在一个并不算繁华的街头,他从头到脚穿着宽大的灰色工作服,戴着口罩和帽子,披着红色马甲,扮演起了城市清洁工的角色。 松狂的服饰完全遮盖住了他的好身材,扫地,剪落叶,推清洁车,一系列动作虽然热险伴多,但却眼语客都没有停下,他的身边没有助理,周围也没有相机,所以连擦肩而过的路人都没有注意到,这个在他们身边的清洁工就是唐燕本人。 从这次的表现看来,这个清洁工的体验算是很成功了,没有粉丝路人的围追堵截,没有长枪短炮的行尸动作,只有他独自一人在充满了汽车尾气和阳城的车道旁,默默体验着真正清洁工的生活。 根据网络信息,这次最美清洁工堂尖的低调现身,大概是在录制他自己当剧片人的网中。 在节目里,他将会体验十二种基层职业,不知道从他身边走过的路人们看到节目,会不会一看的直拍大腿呢? 在节目里,他将会体验十二种基层职业,不知道从他身边走过的路人们看到节目,会不会一看的直拍大腿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